我們看一下圖形搜尋的這個領域 在場的資工系的同學應該都修過資料結構 應該也修過演算法 所以照理講這個領域不用講 深度搜尋會不會 廣度優先搜尋 有時候深有時候廣的 或者是更進階的ASTAR搜尋 或者是 像那種最大網路流的算法 最大網路流這個算法應該公管系也有學 對不對 有嗎 這些都是圖形搜尋的範例 所以圖形搜尋 你說它是人工智慧領域 其實它是 但是它是演算法領域 它也是啊 它就是一個 怎麼講 它是基本的 基本的算法 那 在離散數學按演算法裡面 我們都會有一種表示法叫圖 對不對 那作業研究裡面會有這種表示法 圖 有節點 有限的這種就是圖 那這種圖呢 有個狀況就是 有時候我們需要找一條路 從來源到目標 那我要怎麼找 那這個看起來不難喔 因為如果我 反正我就一直找下去就好 那可是找的方法有很多種 第一種方法是深度優先的找法 深度優先會怎麼找呢 就是 我從一找到二 再從二找到三 三再找到四 四再找到六 然後沒路了 那就回來 往回走 然後再走下一個 這種是深度優先的方法 也就是說 你一直走 走到沒路 或者是 已經那個節點都是拜訪過 鄰居節點都已經拜訪過 這樣不是每一個標準 對 但是有時候他不可能走到 比如說你看 你看 我如果這個用深度修詢的話 我一走到二 對不對 二會接下來走到三 三可能會走到四或六 對不對 好 那他就這樣走下去 如果他走六 那是不是他就沒有走到四 對 那他沒有走到四 他就漏掉了 可是深度優先 不是這樣一路走到底就結束了 他是遞回四的 遞回四的 也就是說他走到這裡 沒路了 他回到上一層再走下一個 OK 那於是四會找到 然後四走過了 又沒路了 他回到上一層三再走五 OK 最後全部走完了 就結束 這是深度優先的 深度搜尋的走法 也就是 你看這個演算法 你看這個演算法 就知道 DFS Breathe Node 如果 If Node Visited 如果這個節點被拜訪過的話 就不要再拜訪了 否則就把 Node Visited 你的射程以拜訪 然後呢 對每一個鄰居節點而言 我再做一次DFS 所以他是遞回式的 你看 這裡DFS 這裡DFS 遞回無價 OK 那所以深度優先搜尋 你很容易用遞回就做到 那他的拜訪方式是 先升下去 然後再回來 再升下去 再回來再升下去 這樣子 只要是沒走過的 他就回來的時候 會找那個沒走過的 再繼續走下去 那這個叫做深度優先搜尋 其實他最終 他通常也是全部會走完 通常會全部走完 可是萬一你的節點超多 你沒有辦法全部走完的時候 那深度優先搜尋 和廣度優先搜尋的結果 就會很不一樣 深度的話就會走得很深 但是廣度的話就會走不完 好接下來呢 寫成程式的時候其實也不難 把剛剛的程式直接翻譯成 JavaScript也不難 JavaScript這個語言很高階 所以寫起來就跟演算法沒什麼兩樣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的演算法寫到現在 寫到這裡根本就是只是照題而已 那只多了一個印出節點 其他沒錯 所以其實不難 所以其實不難 那針對剛剛的例子 123 4 5 6 這樣子 會這樣走 OK 那 也有可能是123 3 6 再回到4 看他所謂的第一個節點是指哪一個 兒子 第一個兒子是哪一個 會決定他的總順序 接下來是廣度優先搜尋 那廣度優先搜尋的話呢 他的走法就是 我先走第一層的節點 我從這一個節點開始 我第一層的指節點先走 再來走再走第二層的指節點 再來走再走第三層 在前一層還沒走完之前 絕對不會走下一層 這就是廣度優先搜尋的走法 那你要用程式做廣度優先搜尋 你必須要採用一個Q 資料結構裡面有告訴各位很多資料結構 光是那個陣列就可以變化出很多資料結構 第一個一個陣列的資料結構是陣列 再來是對頂 再來是助列 OK Q 那在這裡廣度優先搜尋應該採用先進先除 所以他應該採用Q 所以我們就BFS 如果Q是empty的話就直接return了 那否則的話呢 就是從Q裡面取出一個 然後開始 開始對每一個鄰居都把它再推到Q裡面 再推到Q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他是先進先出的 所以先被推進去的通常是比較淺的節點 所以越淺的節點就會越先被拜訪 那這樣就符合了廣度優先的要求 越淺的節點會越先被拜訪 OK 那這就是BFS的寫法 那把它寫成程式之後呢 也不難就長這個樣子就可以 那所以你BFS 就推到Q裡面 最後再做一次BFS 他會從Q裡面再取第一個出來 然後再去做 做下一個拜訪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是一層又一層又一層 這樣子的拜訪方式 但是這兩個方法呢 都會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方法 深度優先搜尋他會亂衝 會一直衝 就好像 這種人像什麼呢 就是那種勇猛無敵的 那個軍官 他太勇猛 他一到前線就衝 那個跟火戰車一樣 可是問題是呢 他就深入敵陣 然後就直接 想要殺掉對方的主將 之類的這種人 那可是 他甚至走到迷路了 他都有可能 但是呢 另外一種 廣度優先搜尋呢 他就是我一定先走一步 然後呢 我才走第二步 我第一步全部探索完 都沒有敵人 我才要走第二步 第二步通通都沒有敵人 我才要走第三步 這種優太保守 對 那等你走完 世界末日都已經到了 所以 這種方法又 也有很多問題 所以 在人工智慧裡面呢 有一些更 更 怎麼講 比較能夠用來解決有優先順序問題的問題 有那個評估函數問題的搜尋方法 那這種 人工智慧裡面用來解決有優先順序問題 有評估函數問題的搜尋方法叫做A star A star search 那這個A star search他必須要符合一些條件 他才要 才能夠使用這個 才能夠使用這個 這個算法 這個條件叫做單調性 Monotone 那什麼叫做單調性呢 他必須要符合 hs 小於等於 dsy 加hy 這樣的單調性的條件 那至於這個條件其實就是每個節點 怎麼講 像你如果今天所使用的是那個最大網路流 或者是那個最短路徑 這些其實都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他的演算法都不會很久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一種特殊的A star search 所以這個是A star search 世人工智慧搜尋方法裡面算是比較強大的一種 如果你今天對寫電腦遊戲有興趣 你就會發現 A star search在設計電腦遊戲上面是一個必要的演算法 特別是那種追逐性遊戲 他是必須要放在NPC上面 因為NPC要追你 他不能夠說我先深度優先搜尋 不行那會死掉 廣度優先搜尋 他又一直在旁邊繞來繞去 沒有用 所以他要追你 他就是要有一個目標函數 他一直想辦法快追到你 那可是你又會跑來跑去 對不對 所以他不能夠直接朝著你的方向 就一直逼 這也是 當然這是可以的 可是問題是 中間會有障礙物會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所以你必須要採用一種搜尋方法 去避開障礙物之類的 那這個就是A star search 那如果你對A star search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危機百科的這部分 A star search寫得比較清楚 詳細的演算法 如果還不夠的話 它其實是digestral演算法的一個改進 你可以看英文版的 他會寫得更清楚一些 還有範例 A star search範例 OK 還有動畫範例 所以如果這部分更有興趣 你可以看他的用法寫作法 今天我們不講這麼複雜 今天我們不講A star search 我們先看深度和廣度優先搜尋 好 那接下來就來看 這個程式到底要怎麼做 深度優先搜尋 和廣度優先搜尋的程式到底要怎麼做 剛剛其實算法已經給了 所以沒有什麼怎麼做的問題 只是我們要給一些測試資料 這樣子它就可以跑 所以算法基本上就是剛剛那個 DFS DFS這些都已經寫進來 好 那因為它的程式不止一個 所以呢 你不要從這邊直接剪貼 你下載這個東西 search.zip 裡面有這一張的所有範例 好 下載完之後把它解開 解開之後 我還是放到桌面去 放到JS底下 我來見個AI 好 現在我們把這個search 放進來 那我就可以去執行這個程式 好 那這裡我們已經把待會需要用到所有層次 這個只是第一個而已 那我也需要用到的所有程式 統統都用進來 第一個是GraphSearch的這一個程式 那我們執行一下它的結果 GraphSearch 你可以看到BFS它的測試案例而言 它是123456 BFS是123456 BFS是125346 OK OK 那你去看一下程式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為什麼它會 會是走這個順序 你必須要去分析一下 然後了解它的走法 然後把它跟它的程式算法合起來看 我們把它的程式碼拉出來 GraphSearch 好 這就是完整的程式碼 裡面已經包含了DFS 深度優先搜尋 DFS和廣度優先搜尋 這個編碼沒有弄成UniCode 所以它的中文註解變成半碼 應該先把它弄成UniCode再載進來 這裡可以載不是UniCode的 我家裡是用Nopay++ 比較在這方面 我比較會用這裡的編輯器 我還沒那麼熟 好 OK 所以註解先暫時不管它 先看內容 如果你的編輯器可以看 註解的話應該也OK 這邊應該有Subline之類的 有AltraEdit 或AltraEdit可以 試試看 AltraEdit過期 好 那 還有什麼編輯器可以用 沒有看到 算了 唉唷 Subline Subline 可以直接 看剛剛這個層次嗎 一樣喔 是論碼 Subline可選編碼 InCode 目前沒有看到 好 OK 沒關係 註解不重要 有時候註解反而 讓你更穩壞 直接看診室 好 試試看 先休息一下